那说到自下咱就必须得提醒一下行车安全 月初长春交警也是加大了分心驾驶的打击力度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心存侥幸无视安全 最近有位乘客他就通过微博举报了出租车司机 边开着车边玩手机还打扑克 乘客坐在旁边那真是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 交警在核查之后对这名低歌进行了处罚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低歌到底玩的是啥 这段视频就是网友于3月19日在微博上发布的视频 视频长度59秒 可清楚的看到出租车司机边开车边玩手机上的扑克游戏 可谓一心多用 甚至还一直与牌友交流忙得不亦乐乎 在网友将视频举报给长春交警后 警方立即与其取得联系了解情况 该名网友也就是当时的乘客向警方透露 视频中的一幕发生在3月18号的下午4点钟 警方在确定了该出租车的号牌后 很快找到了当时的夜班司机朱某 面对交警 朱某如实介绍了自己驾车时玩手机的情况 因无聊就玩手机游戏的理由实在让人唏嘘 据了解朱某已有6年驾龄 开出租车刚4个月的时间 经过警方的安全教育 朱某做出了承诺 对乘客跟我自己还有其他的车辆 都有违反 以后不玩了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 朱某驾车时使用手车电话的违法行为 依法被处以罚款200元 驾驶证即2分 在发现交通违法行为 也可以直接向我们举报 在我们核实清楚以后 对这个违法者呢 我们也将依法对他们提醒处罚 守望都市报道